在今天是個熱呼呼的天氣 像在嘉義彰化的田中 兩個地方的溫度 都到達了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新北的溫度也有三十五點八 但到了中午以後 今天是在整個北部地區的午後雷震雨 明顯 但時間並不長 因為短短的一個多小時 將近兩小時 雨的部分就停下來了 不過降雨的形態來說 這也就代表的是太平洋 高壓的勢力已經開始略微的減弱 那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看這週休假期到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的天氣狀況會如何的變化了 先注意到我把未來週分成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禮拜六的時候 跟今天一樣 隨著高壓勢力逐漸的減弱之下 中部以北都有局部性的午後雷震雨出現 而到了星期天 星期一跟星期二 這三天的時候 隨著這午後雷震雨的量來說 跟面積範圍都增加 所以相對的在禮拜天 到下週二 如果你在西邊細水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只要看到山頭頂上烏雲密布 趕快離開西邊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我後雷震雨 發展的山區的量來說 都會比較偏多 不過到了下週三以後 太平洋高壓勢力開始逐漸伸展過來 所以又回到一個高溫 而且又是炎熱的天氣 而且防曬的工作不能少 所以你可以注意 暑假開始之時 在這禮拜六的時候有點我後震雨 星期天到星期二的我後震雨量來說 會比較明顯的增多 接著就來看一下一張色調強化的雲圖 先來注意到這臺灣 色調強化雲圖當中 你可以注意 這張雲圖是下午的四點鐘的雲圖 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整個對流雲層的發展 都在北臺灣包含雪山山脈 包含了北部的山區 還有包含陶竹苗 這山區的部分 但這個雲層現在正在逐漸的消散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動態的衛星雲圖了 從動態衛星雲圖上 可以看到北方是封面帶 臺灣上空最重要 昨天午後震雨少 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偏強 今天的午後震雨量 開始在北部增多 因為高壓的勢力剛好已經開始 有一點點要退縮 所以你可以注意 北部地區的上空的雲層發展 在今天的中午以後 就有一些局部性的熱對流的降雨狀況 逐漸地出現 所以在下午的時候 局部的雷震雨的狀況 在北部地區就明顯地發生 但現在雲層又已經逐漸地 在消散當中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我們就可以 可以明顯地看得到 高壓勢力開始要逐漸地減弱 明後天開始的 午後震雨的量來說要增多 接著就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形態來說 在外島地區的話 馬祖跟澎湖伴隨著 會有局部的午後的雷震雨 那金門在澎湖 在馬祖是天晴 金門跟澎湖會有局部的午後雷震雨 而在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到中部地區會有午後雷震雨 南部地區是多雲時勤 但注意高溫都在三十五三十六度 東半部地區最主要在山區的部分 會有零星的午後雷雨發展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上午外出活動的防曬工作不能少 午後震雨山區多 尤其是北部下午外出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攜帶雨具